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今天的盖尔雅思8月1号的写作公开课 我是你的主讲老师Loris 我在雅思的培训过程当中经历了也很多的一些事情 就是从自己靠雅思到咱们一步一步的培训 应该前后经历了大概15年左右这个时间 所以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雅思如何能突破到7分的这么一些秘诀 和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basic的一些雅思的一些信息 好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咱们盖尔雅思的9分团队 咱们盖尔雅思有很多的老师除了我自己本人 然后还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老师 然后这些老师都本身自己能考过9分 或者是教学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们的写作老师就有4个写作老师 所以他们都是8.5分以上的写作得主 对 大家可能有上过我们的课的同学可能了解过这些老师 有一些老师比较年轻 比较有活力 也有一些老师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那今天首先欢迎大家去来到我们每个月 都会有至少两次的雅思的 每个月至少两次 每个月两次 然后上两次是我们非常年轻的 非常有活力的Missy老师和婷老师 替我去做了代班 主要原因是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嗯 就是我们最近做好的一个这个课啊 就是在gearenglish.teachable.com 我们自己录制的网络课 现在呢已经上线了两个 一个是口语课 一个是写作课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登录这个网址 gearenglish.teachable.com 上面将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preview的一些课程 这个课程就是allow people 就是允许大家在无论何时何地 不受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 就可以去随时学习 随时学习 所以非常棒的一个课程 最近呢还在有这个折扣 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限价是199 之前是399 好 那我们的机构呢 盖尔亚斯达可能有的熟悉 有的不太熟悉 我们是以这个学员的成绩为主吧 你看到这个光荣宝 对 如果你去过学校的话 就是在咱们 Richmond Hill地区的这个学校 然后大家一进去 能看到我们的光荣宝 我们培训的G类学生 还有A类学生 大部分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 两周到一个月都会除分 所以呢 我们是以这个reputation 著称的word mouse 所以很少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些广告 那我们都是这个同学之间互相转告 然后考过了就会找我们 OK 大家可以去上网也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Google的review都是5.0的这个Googlereview OK 好 那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服务呢 非常的高质量 并且呢 很实在 很实惠 首先呢 如果你现在正在准备雅思 或者想了解雅思 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免费的测试 这个免费的测试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测试 包括听说读写 也就是说呢老师将会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在一开始upfront 然后给你一些很多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并且呢 对你的这个水平 你的level 还有你的perficiency 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了解 OK 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跟我们去预约 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客服去预约就行了 好了 online课程刚才说了 有两个课程 现在优费期是199 OK 一对一的训练呢 如果你是短时间内 比如说很多同学都是一周 十天 还有马上就要临时抱伯脚 那我们一般都会针对同学们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安排快速的这个提分的这种课程 嗯 如果你是比如说在考前只需要口语的这种模考啊 或者是口语的这种培训呢 或者培练的这种服务也可以找我们 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啊 非常非常实在 据了解就是我们的价格有的时候会比很多的这种 呃 就是说在外面讲课的老师啊 自己单打独斗的那种 我们叫游击队的老师啊 有的时候在呃 麦当劳给你上一节课啊 有的时候在肯德基给你上一节课啊 这些老师要要实惠 对 而且我们的专呃 我们是专门做专业的这个雅思培训的机构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啊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信息的话 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盖尔雅斯的客服 gear else 你直接去咨询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刚才去我刚才的那个网站 大家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OK 好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是讲大作文啊 首先我要给大家去做一个提示的 就是说 大家写大作文的时候呢 40分钟的时间 有的时候呢 不够这个时间 是吧 有的时候不够这个时间啊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brainstorm 这些题目的brainstorm不够了解 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同意的话 可以挑一个意见来 就是说你可能没看过这道题 那我们的学生呢 都会有大量的这种练习 这种练习 首先在课上会讲brainstorm 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有预测题 也就是说很大的题库 老师会带着你去这样去过 如果上课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会留作业 要求同学回家去看这些预测题 从20道题到40道题不等 那我们会分类好 有比如说生活类的 有的时候是经济类的 有的时候是环保类的 那我们把题给大家去做一些brainstorm 你的brainstorm一旦开了 在40分钟之内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第二个就是练的少 大家都比较烦写作文 之后呢 我会给大家去讲这个 写作文的一个方式方法技巧 让大家在20分钟之内呢 基本就能搞定这个大作文的 这个写法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开头结尾 和body done的写法 相对来说就一气呵成 OK 好大作文呢 一定要记住了 它的占分比是多少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去交代 如果知道同学可以在 这个chatbox里面说一下 大作文的占分比 和小作文的占分比 一会儿我会强调这个动作 因为大部分同学 有的时候是第一次考试 每次考试呢 这个写作都是写不完 写不完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小作文花了很久的时间 对吧 小作文一般情况下 应该花多长时间呢 一般情况下是 官方默认20分钟搞定 对吧 很多同学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咱们雅思写作 有两个作文 很多时候咱们 其他的语言类的写作呢 只有一个作文 这个是有两个作文 一个小作文 一个大作文 所以小作文呢 它只是需要20分钟搞定就行 但是在盖尔雅思学完的同学呢 我们要求大家15分钟搞定小作文 因为大作文占分比较高 OK 占分三分之二的分数 好吗 三分之二的分数 所以如果你大作文写不好 或者是没有写完 你想一想 你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没有得到那个分数 所以你的小作文写的再好 也没有什么卵用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大作文呢 40分钟 甚至45分钟把它写完 然后要求字数呢 就是250个字以上 只要写到250字以上就好了 他不care你可能500字或者600字 但是换句话说 写太多也不好 因为 Nobody wants to read a long story 是不是 简而易改就行了 写到250字到280字 最多不要超过300字 是吧 好 今天要跟大家去再去分享的 就是雅思考试的四大评分标准 有同学知道这个四个评分标准吗 有人能说出来吗 四个评分标准 很多同学说了 我已经学了这么多轮雅思的这个课了 对吧 我们每个老师可能都会讲这个评分标准 但是我目前为止还是不去 不喜欢去了解 或者从主动性上 就是咱们好像华人 但不太喜欢去了解 他的这种标准性的东西 对吧 就是我写出来 我认为好就行了 如果要这样 对吧 因为你要写出来的东西是根据他的评分标准 认为好才行 OK 所以四大评分标准 一会儿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在我讲课的过程当中 你想一想 是什么 你这样去回忆的话 可以会帮助你去了解这个评分标准 并且呢 你在写的过程当中是根据他的这个标准去做的 对吧 大家现在看那个奥运会 是不是有那个不同的评分项 对吧 这个动作啊 或者你的难度啊 还有你的这个包括你的manner 是吧 行为举止 这个都包括了在内了 好吗 OK 所以四大评分标准 这个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今天要讲的是六个坑 千万不要犯这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 有六个坑 一般老师可能没讲到 今天Lawrence跟大家去讲一讲啊 就是有六个坑 不要跳进去 四加六 一共十个注意的事项 好 如果今天大家觉得就是说老师讲的比较不那么细致的话 大家也可以上这个YouTube 直接搜索我的这个频道啊 Lawrence盖尔雅思的这个雅思老师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一会儿我会把这个PowerPoint 这个PPT发到咱们群里 大家可以去点击啊 直接去欣赏 好 那咱直接揭晓答案了啊 四个评分标准 对 四个评分标准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就不用说了啊 因为每次考试之前呢 我都会跟大家去强调 就是第一个不要跑题 同学们 他如果让你写的是 比如说Individuals and Government的事情 你一定要把两个动作都写进去 比如说政府应该怎么做 Individuals应该怎么做 很多同学给我打电话 老师我今天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说怎么了 我只写了Individuals 我说你之前怎么不去Planning 想一想啊 他说哎呀我写着写着写的特别顺 Individuals那一段写的特别饱满 结果一看题 结果看到了还有一个Government 当时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第一个评分标准叫Task Achievement 或者叫Task Response 如果题目里要求 你要写这一点 比如说Individual 比如说这个Reasons 还有这个Solutions 你只写了Reasons 很多同学第一次考试 他不知道这个要求 他写了三段Body段的Reasons 在结尾写了Solution 那肯定最后end up5.5分 就是连六分都上不了 真的是这样 对吧 那大家就是没有了解过题型的分布 分配 然后不同的题型该怎么去写 就会有这种非常尴尬的这种状态 你自己觉得自己英语非常好 写作也没什么问题 结果每次考出来都是5.5 甚至造成了万年5.5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第一个评分标准 Task Achievement 特别不注重 对不对 尤其是什么 30分钟写大作文 30分钟写小作文 也就是小作文浪费太多时间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审题了 这时候特别慌 直接读完题马上写 写完之后自己很满意 结果一看题 完了漏下了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评分标准 Task Response 要考察的这个东西 好 我讲清楚了 应该 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Chat Boss里面去问 好 大家觉得我讲清楚了 讲清楚了 给我来个反馈 敲个1就行了 OK好 那第二个评分标准 叫CC 你不用记这个Cohenance Cohenance 你就记住Link and Linkers 就行了 Link and Linkers 的意思是什么呢 Link and Linkers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句子和句子 段和段之间要有连接 OK 也就是说你不是打散的 比如说250个字 比如说咱们假设是20句话 或者15句话 那15句话是之间怎么样 有联系的 所以他考察你这个说话的 这种结构 或者叫逻辑性 就叫做Cohenance Cohenance 就是咱们说的连词 两个句子之间 有没有and 有没有but 有没有however 有没有in order to that 这种so that 这种句子 或者although 这种复杂句连词 是不是能把两个简单句串起来 或者是段和段之间 有没有 比如说in contrast 或者是however 这种状态的这种连接词 考官在寻求这个 因为考官在自己写作的时候 英语的写作里就有这些东西 是吧 好 第三个叫lexical resources lexical resources 翻译成带白话 就是说你的vocabulary 好不好 你的words用的到不到位 words和words之间 那个phrases用的好不好 是不是会用这种词组词汇 今天可能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 讲这个lexical resources OK 好 然后最终就是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就是语法的这种广泛度 也就是不能一直用一种语法 要有很多种语法 比如说这种复杂句 where which who that 这种句子 对吧 然后与此同时呢 句子套句子 从句套从句 然后呢 两个句子加在一起 是复合句 然后复杂句 复合复杂句 这些东西啊 还有你要写的是正确的 error free sentence 帮我写一下这个词啊 error free sentences 就是咱们说的不犯错误的句子 考官一眼就能看懂 看明白 叫error free sentences 对 error就是咱们说的犯的错误 是吧 也就是说 你的语法范围非常广 非常棒 你的语法非常amazing 结果呢 不是考考官看不懂 或者犯了很多的这种小的错误 考官呢 磕磕巴巴 嗯对 就是说 不是很顺畅的 很流利的这样 把这个怎么样 这个这个句子能看懂 这时候呢 他不会给你很高的分数 但是即使你写的很简单 很流畅 没有那个范围 语法也不会太高分 OK 忘记说了 今天呢 咱们应该是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课 到最后呢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大家请留在最后啊 好 下一个咱们就具体的讲一下这个评分标准 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还有同学进来啊 然后让他进来啊 稍等一下 嗯 对 需要放人进来啊 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敲一个二进来 好 那咱们就继续走啊 继续走 今天呢 在这个PPT里面去给大家放了两个啊 一个是Task2 大家看得清楚是吧 Task2的评分标准啊 还有一个是Task1的评分标准啊 Task1的评分标准 Task1呢 刚才已经说了 只占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不是不重视它 而是先要重视大作文 然后三分之一呢 你一定要缩短时间 快速的保证它的质量就可以了 好 那么咱们先算一个账吧 先算一个账啊 如果 如果 OK 这是刚才咱们讲的 大作文占三分之二 小作文占三分之一 如果我想拿到七分 我知道大家可能现在要求并不那么高啊 就是我想到5.5啊 6分 6.5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假设啊 如果到七分 那我的大作文需要写到几分 我的小作文需要写到几分 通常咱们是这样去算的啊 最低的标准的七分 就是大作文写到七 小作文写到6.5就可以了 无论你是A类还是G类 都是同样的评分标准 A类的小作文6.5 G类小作文也是6.5 G类是写信 A类小作文是写各种图表题 对吧 就是线屏柱 加上组合什么 还有咱们说的这种流程图 那G类同学呢 就是写各种各样的信 对 写信的时候呢 大部分同学 尤其是在工作的同学呢 有两种问题 一种同学呢 就是说写的特别啰嗦 写的特别长 然后特别欣赏自己 然后就是太amazing了 结果呢 35分钟过去了 是不是 大作文占分三分之二 应该先写大作文 或者是至少掐时间去写小作文 15分钟把小作文搞定 不是20分钟 只要到20分钟没有写完 也不要再去顾及小作文了 直接跳到大作文 先把大作文搞定了 再回来补小作文都可以 小作文150个字 好吗 小作文是150字 还有同学要进来啊 今天还是不错的啊 今天上作率还是很高 谢谢大家啊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那个chatbox里面 咱们去互动 好吗 好 三分之二三分之一 这个概念我要重复很多啊 然后怎么去安排呢 so 对 怎么去做呢 就是应该 有的时候应该先写大作文 ok 先写大作文 然后呢 再写小作文 或者是把小作文怎么样 15分钟怎么样 搞定 不能超过20分钟 超过20分钟就尴尬了 对 非常非常尴尬 ok 也就是说 既要练小作文 但是练小文练的是什么 练的是速度 练的小作文不是练小作文的高质量 小作文的速度 因为刚才说了 大作文考到7 小作文写到6.5就可以了 那你一定要保证 大作文是7分 对吧 好 一会咱们讲7分的评分标准 好 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是吧 我的语速快不快 大家能跟上吗 能跟上是吧 好 那咱们就讲一下7分和8分的评分标准 快速说一下 Task Achievement 刚才其实已经点题了 就是说了 就是不要跑题 对吧 不要跑题 ok 我看一下 sorry Task 2的 好 7分的要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task 就是所有的题目里面要求的 比如说reasons和solutions reasons solution的问题是什么 有的同学只写了一个reason 它的要求是reasons 所以是至少是两个到三个 对吧 Solutions呢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是solution 把它写出来了 写了两个 但是这个solution没有对应上这个reasons 比如说他问你 为什么全球变暖在发生 你说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大家都在开车 开特别排放 排放量特别高的这种车 那你可以怎么解决呢 那你肯定是鼓励大家去用这个公交车 或者是鼓励大家用什么 用使用这种电车 对吧 那结果呢 你写的这个solution和你的reason是没有对应上 没有对应上 也就是说你给的solution并不是解决这个什么 这个燃油的这个高排放的这个问题 你说的是另外一码事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没有点停 没有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question ok 没有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task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要present a clear position throughout the response 你一定要告诉他 在一开始的时候告诉他 你站在哪一边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或者是你认为优点 大于缺点 还是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positive development 还是一个negative trend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根据不同的题目 你要告诉他 我站在哪一边啊 一定要上来就告诉他 上来就告诉他 up front street forward告诉他 ok 然后呢 你要present extends and support main ideas 也就是说你的点 你一定要拓展着写啊 就展开着写 但是呢 有可能比较general 也就是说七分的作文 不是完美的作文 七分作文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简单点到为止就行了 你不需要特别细致的往下走去解释 好吗 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ok 或者呢 supporting ideas may lack focus 你写着写着有可能跑题了 也行 这也是七分的评分标准 所以如果你没跑题 或者是非常fully developed 或者叫well developed 你的第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多少 就是八分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ok 好 那一共四个评分标准 对吧 他们是各占同样的分数 还是每一个有侧重点呢 答案是每一个各占25% OK 但如果后面咱们一会儿讲到的 那个六个坑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排列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25% 25% 25% OK 也就是说 您可以用其中的25% 两个25% 去提升你的分数 也就是说 跟咱们雅思是一样的 如果我8766 最后总分还是七分 是不是 我那两个六都没关系 我有一个八 有个七分 那这四个评分标准 有其中两个高一些 其中两个稍微差一点 也能把你带到一个高分 所以大家之后 我会跟大家去继续分享这个东西 好 第二个就是link and linkers 刚才讲到的 就是连接 连接我刚才提到一个词 叫逻辑 对吧 就是有逻辑性的组织你的信息 不能是东一嘴 西一嘴 对吧 你需要去有一个主纸句 大家听说过吗 topic sentence 主纸句 或者叫中心句 topic sentence 以前咱们在高中 或者在上语言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强调这个 everybody ha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their main idea up front 对吧 有的主纸句是在最后 但是咱们不要用这种方法 咱们直接放在一开始就行了 是吧 然后呢 下一句话很简单 下一句话的功能是什么 去解释第一句话 对吧 第一句话是阻止 就是要up front的说出来 对吧 我们要鼓励更多的清洁能源 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去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上公共交通 或者采用公共交通 然后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公共交通 怎么样 相对来说比较环保 或者说呢 电车呢 它不会烧汽油 或者它不会产生出更多的emissions 对吧 car exhaust 或者叫emissions 所以它是有逻辑的去向下develop 这个东西呢 咱们有一个模板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在群里会给大家一个视频 之前我录了一个模板的那个视频 特别amazing 大家就按照那个模板这样去develop 它就是英文书写的这么一个逻辑顺序 按照那个顺序去develop就可以了 OK 那与此同时你要用一些连词哦 对吧 连词对吧 连词呢 你要多用还是少用呢 咱们华人本身汉语里面的连词就比较少 所以咱们要多用啊 多用这些连词 咱们要overuse一点都没关系啊 然后呢 central topic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主纸句 对 主纸句 如果你的主纸句啊 还要包括你的连词用的特别自然 特别顺畅 你就是八分 OK sequences information and ideas logically 对啊 逻辑的 按顺序的develop 有递进的感觉 有progression 然后呢 你用很多的这种 不同的这种paragraph 用的非常合理 还要把所有的这种连词用的很好 那就八分啊 用的有些问题 没关系 你也能降到七分 所以七分的评分标准并不那么高啊 好 第三个就来到了词汇了 vocabulary 词汇是咱们特别的纠结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我需要就给大家去讲清楚几个词 专业词啊 就是你考雅思 你必须要知道 你要是考雅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这些词 第一个呢 就是vocabulary 你要有range of vocabulary 就你的词汇量 要大 什么叫大呢 后面给你定义了 就是allow some flexibility 也就是说这个词呢 你可以正着说 也可以反过来说 这个词你可以用它的动词 也可以用它的名词形式 甚至你有可能用到它的形容词和副词形式 也就是说一个词 你可以来回换位置的去使用它 然后这时候你的单词量就比较sufficient 就是足够了 sufficient就是enough的意思 OK 好 precision的意思就是精确度 也就是说 虽然你知道这个词不难 但是你用的还很巧妙 前后顺序可以换着以后 可以怎么样 很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啊 配合别的词去 这样的话 这个词汇量就算够大了 OK 怎么讲呢 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create这个词 对吧 就是跟produce有点像 produce product产品 那create还有一个形容词 对吧 create creative product有一个形容词叫productive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打一打 这几个词啊 做一个笔记 produce product productive 对 有生产力的 是不是 有生产力的叫productive 所以这几个词 如果你会用它的动词形式 名词形式 和形容词形式 对吧 比如说 when people are feeling exhausted and extremely tired they become less productive at their workplace productive就用出来了 是吧 然后呢 they produce less efficiency 或者你可以说 they produce less work than others who are healthy or relatively healthier than they are 对 所以produce product 和productive create creative 和creativity 这种词呢 你会灵活地使用 这种词汇量就是sufficient 足够的 对 当然你有足够的之后 你还要怎么样 用一些less common lexical items 就是说不那么常用的 注意这是七分 如果你的目标是六分的话 你按照七分的去写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需要 六分出来 就不需要展示出 uncommon的这种 lexical resources 你就正常的去写 把话说出来 让他明白 没有错误就可以了 七分同学呢 要稍微展示出来一些 单词量 比如说全球变转 是由于deforestation造成的 deforestation 大家会写吗 帮我写一下 看同学的评解怎么样 deforestation 就是砍伐森林 这个森林第一次听到没关系 forest是森林 forestation 加上AITON 然后加一个D D就是像下降的意思 对吧 叫deforestation 所以就是砍伐森林 有同学会写吧 大家加油 试试拼一下 OK 好 那用一些这种词 比如deforestation 或者什么 就是说globalization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 相对来说 比较less frequently 出现的这种词 就像 然后你用这个词呢 还知道他的这种style 还有他的collocation 大家认识collocation 这个词吗 collocation是咱们亚斯里的 一个专有名词 collocation Joy说对了 Steven也写对了 Maggie也写对了 非常好 deforestation 对 deforestation 谢谢Henry collocation的意思就是 词搭词配 或者有的老师叫词火 词火我觉得有一点 有点太那个口语 词搭词配 词配词搭什么意思 就是动词名词 或者两个名词之间 它是一个 就是说普遍的 或者是非常正常的 这种搭配 就是在口语里 经常会说 比如说 很简单的词 叫nice and warm 比如说这个房间 it feels nice and warm in here 所以它呢 是一对 比如说bread and butter 就是面包和黄油 它本身就是一组 collocation呢 大部分指的是什么 是动词词组和一个名词 比如说deal with 或者叫cope with cope with 后面一般指的是 加上什么 cope with difficulties 对吧 或者叫challenges 这个词就相对来说 比difficulty要好一点点 是不是 所以是deal with challenges of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这时候你会感觉 它并不是单独作战 它是一个词组连在一起 deal with challenges of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or living alone 你看 living alone是一个词组 是吧 or living by themselves 又是一个词组 所以它是一组一组一组词 有点像咱们小时候 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组合拳 棒棒棒 那种感觉 虽然每一个拳都是轻拳 但是组合在一起 就有重量了 是不是 所以又要加重量的 这种组合拳 又要加这种 less common 一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lexical resources 所以它对你的词汇量 要求怎么样 7分的词汇量要求 还是蛮高的 我觉得 还是蛮高的 所以如果词汇量 稍微小一点点 同学呢 可以去专门去补充一下 不同类型的词汇和词组 咱们有专门的这种 内部的一些资料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要 好 然后最后呢 尽量不要犯什么错误 你可以犯错误吗 当然可以 因为你写作嘛 对吧 尤其在北美 咱们机船会打错字 就不那么细致 但是这个错别字 在听力里 就会有严重的问题 但是雅思的写作呢 还好 它可以允许你犯一些错误 occasional errors in word choices spelling 听写可以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呢 word formation 这个词呢 明明是比如说creativity 你写中的creation 它也能明白 也算这个小错误 但是呢 它不影响句子的阅读 不影响句子的整个的通顺度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 还是能拿到气氛 也就是说气氛的要求呢 就是有一点难在词汇里面 但是它还是允许你去犯错误的 ok 好 那你没有什么错误呢 而且你用的词汇更怎么样 更好 就是八分 skillfully 看到了 就是非常棒的这种choices word choice 选择词特别到位 特别精致 那如果想拿到八分同学呢 我劝你还是早巧的 去找我们来上课 老师会教会你一些词汇 一些表达方式 这样的话就 谢谢 ok 好 然后呢 第八个 不是第八个 第八个 就是第四个评分标准的 就是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就是语法的范围和它的准确度 刚才已经讲 简单讲了一下 然后人家官方的明确的写了 你要使用 a variety of a complex structure 对吧 就是语法 咱们中文的语法 尤其是中国人写出来的句子呢 都偏怎么样 simple 对吧 昨天晚上我还跟一个学生去聊天 这个人呢 已经是外企非常牛的一个外企 已经做到一个比较终极的这么一个位置了 他还是被他老板会骂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structure 写出来的东西 too simple too naive 那种感觉 然后呢 他的语法就并没有那么complex 所以呢 给他的老板 或者给他个人给人感觉 就是说并没有那么formal 或者并没有那么businesslike ok 所以呢 这是咱们的普遍现象 首先呢 你要学一些什么是complex structure 什么叫复杂句 什么叫复合句 什么叫从句套从句 是不是 首先要知道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呢 通过阅读啊 通过读人家的立文啊 通过上课啊 通过学这种grammar啊 对吧 但是我不特别支持大家 完全的一直在自己学grammar 我觉得通过立文去学grammar 觉得最好 或者通过阅读里学grammar是最好的 我建议大家的方法 练习方法 大家听好了 这个很重要 就是翻译三篇雅思文章 英文文章啊 翻译三篇之后 你发现你的语法 逻辑性还有你的understanding 对英文的理解会很好 ok 然后呢 produce error free sentence 刚才咱们说了 没有拼出来 同学啊 error free就是没有错误的 error就是这个错误 对吧 free就是没有 没有这种句子 也就是说考官一读起来 又复杂又好又美 对吧 has good control grammar 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可以用被动语 太有可能可以用倒装 有的时候可以前后变成doing 状语 by doing so 对吧 这样去做啊 and punctuation punctuation就是咱们说的标点符号 对吧 标点符号 power分吗 减分吗 当然呢 for sure 标点符号写错了 那就是语法的问题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可以犯一些错误 可以犯一些错误 ok 四个评论标准 快速的给大家去讲完了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 没关系 咱们有个视频 大家可以反复去看啊 A类的这个评分标准和 sorry 大作文A类的评分标准和G类评分标准 大作文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题目是不一样 在我们最早考试的时候 题目都一样 对吧 现在是分开了 那就肯定就是A类就是更academic 也不一定啊 G类特别的就是casual吗 或者生活化吗 也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这个趋势是这样 对 然后之后我给大家去分析啊 什么是这个 更偏向于A类的考题 那小作文的评分标准 跟刚才那个差不多 那基本上小作文是有这个 嗯 叫什么 就是图像的 对 如果又有图像的话 你肯定要写出你的 overall 总体的那个trend 趋势 比如说上升还是下降啊 最高点是多少 最低点是多少啊 那整个流程图 它是从什么变到了什么呢 对 或者你的map图 然后是不是有很多的变化呢 这个也要写出来啊 如果你是考G类呢 你需要去present出那种 key features of the bullet points Bulling point就是点点 三个点点 每一个点的拓展写 写三到四句话 然后这样的话 加在一起是150 160个字 然后把那里面的东西 要highlight出来 要extend出来啊 这样的话就不跑题了 很多同学写成一段式呢 或者是写的比较together啊 写的一起了 整体感 那样并不好啊 因为它需要每一个点的细节 把它暴露出来 OK 好 现在讲到比较关键的啊 刚才很多同学是刚刚进来的啊 刚刚进来的同学呢 可能没有听到我刚才说了 今天要讲四个评分标准 再加上六个坑 这个六个坑呢 今天跟俩去分享一下 其他的那个机构 或者老师 可能大家都很少去讲这个事 是吧 好 有问题吗 同学们 大家听我语速啊 还有什么都OK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敲一个5进来 给个5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5 你再加一个5就哭出来了 OK 好 OK 行 那咱们直接讲那个六个坑吧 现在还有人进来啊 还有同学进来 我要把这个 admit一下 稍等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六个坑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这六个坑是什么了 对吧 嗯 OK 然后把这个 每次有人进来 我就需要进这个 对 把它缩小 嗯 好 放进来了 好 那咱们继续讲啊 继续讲这个六个坑 然后大家每次在写作的时候呢 机考可能看不到 但是比试的同学肯定能看到 最在下面有两个考官的评分 是吧 有两个评分啊 你的candid number是多少 然后你的examiner one和examiner two 他两个人同时给你分 最后算一个什么分呢 平均分啊 是这样的 如果你去 比如说你去复义的话啊 复义的意思就是我不满意我的结果 我想再去要这个分 我本身是5.5 我想要到6分 有没有可能呢 那同样又是两个不同的考官 在两个不同的评分标准 然后去看 那这样的话 两个人再加在一起 再除一次就行了 OK 好 那刚才说的六个坑呢 就在这里 前三个是这个啊 后三个是这个啊 第一个就是underlands underlands的意思就是没有写过字 OK 当你一挑钩underlands 没有写过字呢 那大家基本上上6分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很小很渺茫 也就是说大家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千万一定要记住了 40分钟大作文 20分钟小作文 一定要把大作文先搞定了 然后再写小作文 或者是你写完小作文15分钟 尤其现在很多同学是这样的 去考机考 机考没有考官会提示你时间 他就是在右上角有一个时间播放 播放器 然后他到最后10分钟的时候还变红 你才能看到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20分钟过了 你根本就自己不清楚 所以你要有一个check时间的一个习惯啊 所以不要underlands underlands就是写不够字数 第二个就是没写字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啊 penalty的意思是什么呢 penalty就是说 如果你比如说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你偷看了别人的卷子 或者是你比如说这个考官让你 please put your pencils down now 然后你还继续写 那考官就会过来写一个penalty 那个penalty就会怎么样 给你酌情的减一点点分数啊 好 下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坑了 就是off topic off topic的同学太可怜了 最后呢 只能拿到一个五分啊 或者是呢 很可怜 就是说本身应该能拿到6.5分的同学呢 看错题了 看跑题了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英语技术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经过了训练 结果呢 最终把这个plants 对 然后不是 他把planet 就是星球这个词 大家帮我写一下啊 planet planet 然后看成了plants 对 我们应该怎么去拯救这个星球 结果他看到了 我们应该怎么拯救我们的植物 对 这就跑题了 你知道从根底下就跑了 还有同学呢 因为题目比较长 很少去训练读题 结果呢 理解错了 一个意思 因为大家都知道 英语里有很多的字是什么 就是有多重的意义 对吧 多重的意思 在考完试之后 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说啊 他表示是这个意思 完了 完全跑题 对 所以off topic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 这个坑 避免 然后第二个就是memorize memorize在十年前讲雅思的同学 对 老师也是啊 十年前讲雅思的老师 都是考大学英语四六级的那个老师 对吧 所以他会教大家一些模板啊 模板考官一眼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什么nowa days 什么it is clear that it is true that 对 这种模板刀火索啊 然后呢 你去背下来了 然后呢 你并不知道他是模板 而且已经根深蒂固在明导的里面 最终的考官一看 他可能会怀疑 但是慢慢的你发现那个句子 哇塞 好 就是 就是好通顺 但是呢 感觉你这个人的能力 就是那些写那个词的词汇的能力 并没有这么高 还会犯一些非常低级的一些语法错误 但是那个句子呢 还有一些词写的很高紧 这时候考官就会怀疑你memorize 口语也是 口语要看着他去说啊 不要低着头这样去说 低着头说呢 就会被认为是memorize 所以memorize一划钩 然后完了一分一刀 一分到1.5分就没了 所以不要背立文啊 考官是经过训练的 eligible的意思是什么呢 eligible就是写的字特别潦草啊 就是考官真的看不清楚 看不懂 在我这辈子教了十几年课 这个雅思的过程当中呢 只见过一位同学考了4.5 那他下一次就考了6.5 就这么大的差距啊 eligible的意思就是考官 try their best 考官一般情况下都会很努力的去看 但是真的看不懂 这时候才会挑这个勾啊 给你4分4.5 因为看起来就是有一团东西在那 那种感觉 OK 所以eligible注意 如果大家字不好看的话 劝你马上去干什么 去报机考就好 好吧 6个坑我解释完了 大家清楚吗 没有问题的同学敲一个三进来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直接写在这个chat里面 或者是咱们用语言这样的方式去交流 OK 好 总结一下刚才咱们讲的啊 总结一下刚才咱们讲的啊 第一个就是评分标准啊 四个比较大的一个评分标准 对吧 然后第一个就是task achievement 第二个是连接啊 coherence 第三个是lexical resources 词汇还有语法 这四个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多去研究一些七分八分的评分标准 对 如果你要是考六分就可以 或者6.5的同学呢 你也照着这个七分这样去写 今天不要犯什么错误就可以了 OK 好 那六个坑刚才讲完了 老师也讲清楚 非常关键的 就是小作文只占三分之一的分数 大作文才占三分之二 所以平时没有时间准备呢 那多去准备这个 这个大作文就行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一全评就会有同学进来 好 让他们进来吧 嗯 OK 下一个我就不让进来 嗯 好 然后我全评完了之后呢 将会进入到新的一个话题 OK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好 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复合句和复杂句 复合句和复杂句 这个呢 复合句复杂句 我呢 曾经录过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去找啊 fanboys fanboys我简单说一下 fanboys就是简单句的连接 如果你想到5.5分6分的这种水平的作文的话 你就记住我多写fanboys fanboys就是连词 for and nor but or yet so 主要常用的就是and but so 对 这些句子呢 你拼在一起 把简单句用这个拼在一起 那你就有5分5.5分这个分数了 再多加一些a why bus里面的 大家有认识why bus的吗 why bus就是复杂句连词啊 复杂句连词呢 就是although as after w是when where as 还有什么while 虽然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呢h就是how i就是if 如果怎么样 in order that 对吧 in order that 一般that后面都是从句 对吧 所以你会感觉写大字文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 装的那种状态 是吧 他用的词组 词汇要怎么样 还有语法都比较高级一点 就是写的 是吧 写的高级一点啊 所以呢but but就是复合句啊 because 就是复杂句 e那个even though even if 就是尽管即时 对吧 you就是until unless 后面加句子 对 然后加上s就是so that 还有什么sings 这种叫a why bus 如果你用好了 这种fanboys和why bus 存在句子里面的语法 那个框架 那个骨架 骨头 就是吸人的写作啊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无论任何的写作 亚斯托弗 selpen 斯培 都是一个道理啊 pte 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都是复合句 复杂句 然后呢 复杂句让人觉得 哎 这是英语写作了 对 简单句呢 就不是英文写作 好吗 好 然后呢 template是什么意思呢 template的意思就是 我之前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啊 有一些语法的套句啊 这个套句呢 就是能叫模板吗 它也不是完全的模板 它是一个小的那种句子 然后让大家呃就是说根据情况排列组合的东西 这个template呢 在之前我专门做过一个视频 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所以如果有template 很多东西特别amazing 就是4.5分的东西直接套那个template 当然你要套熟了那个东西 你熟练的去套用这个template 你就能到6分6.5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OK 好 第三点就是make few mistakes 就是当你去有取舍 什么叫与取舍 就是当你遇到了 哎呀 这个句子啊 很复杂 我很想用 但是呢 我又用不好 你一看这个句子就有毛病 又错了 这时候呢 我选择什么 我选择不用这道题 我选择不用这个语法 我选择用比较正常的 简单的语法啊 这样去做 因为语法有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用错了 它完全理解不了 你这个句子的readability 影响这个句子的understandability 对 就是看不懂了 但是单词是不一样的 单词如果你拼写 拼不出来 但是这个词还是很amazing 就是deforestation 那种词 就是你肉肉头头的拼进去 考官也能理解 所以对于单词的建议就是 你拼不出来 但是你能让考官看懂吗 这个词考官能看懂就可以了 对 但是语法呢 不要冒这个风险 就是写尽量自然的句子 或者让考官能看懂的句子就行 OK 好 最后一个就是passive voice 就是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 它的题目本身就不是 以人为主的题目 对 它说了现在很多的公司啊 很多的机器啊 代替人对 这条题是经常考的啊 最近很多同学都跟我说 那我们一般模拟考试都会有这条题 就是说在家里 对in households 对吧 就是many machines have replaced 这个这个housework at home 这时候呢 你觉得它是好事还是不好 或者是你觉得很多人认为是个好事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种题目呢 它跟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本身主题的主语 就topic word 它的subjects就是machines 还有equipment这种词 machines是可以加s的 equipment是不能加s的 OK 所以他们作为主语的时候 肯定是怎么样 被动语态的 那很多咱们华人就喜欢 因为中文的语言就是用人为主 以人为本 就是人为主 人们怎么样 人们怎么样 people啊 什么students啊 teachers啊 什么parents啊 经常会用这个 但有的时候 它并不是以这个人为主 它用的是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save money 这是一个主语 对 你非常 本来前面加上一个parents teaching children how to save money 对 就有的时候不太自然 不像英文啊 所以呢 第四点大家注意 被动语态 OK 被动语态 好 那词汇呢 词汇当然刚才说了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气氛当中 你要显示出更多的词汇啊 首先呢 你需要去知道最基本的词汇 就是替换词 OK 替换词的意思就是同一词 synonyms 对 有的时候咱们在讲听力的时候 也会讲这个 写作和口语当然要替换了 很for sure 对吧 比如说他让你描述一个名人 在口语里describe a famous person 他其实想听的是什么 celebrity这个词 大家会拼吗 帮我拼一下啊 celebrity 所以每一个大部分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怎么样 替换的 对吧 都是要替换的 OK 所以celebrity替换 famous person啊 那怎么才能替换词 对吧 很多同学说了 老师我每次都考6.5 每次都考6.5 我就这个词汇 我想 就是这个词汇上不去 那你是不是在看大作文题目的时候 就应该把你的子弹提前准备好了 对吧 一会我会扔进去 对吧 很多同学特别慌 上来就开始写 对吧 就上来就开始写 上来开始写的问题是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上来就开始写 对吧 尤其是机考的同学 看到很多印度同学一起来做 印度同学上来就 就开始写了 你当时就慌了 慌了之后那怎么办 我不能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跟着写了 跟着写完之后发现呢 跑齐了 又擦胶 这样往往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要先plan 在plan的过程当中呢 就你审题 对吧 你审题的时候会有什么 关键词 key words key sentences 对吧 你key words key phrases key sentences 能不能替换一下 提前做好替换 当然可以了 一会咱们会讲这个替换的东西 对吧 就是你的名词 如果替换不了 你能不能把替换成形容词 你这个形容词 能不能替换成副词 对不对 你前后换个位置 就是to exercise 能不能变成exercising 对吧 就是这么一种替换 刚才已经说了 produce product productivity 对吧 productive 这几个词 create creativity 还有creative 对吧 好 那题目中间的有一些替换词 这些题目中的替换词 能不能用在body段里面 或者用在下面的这种内容段里 当然可以 对吧 然后呢 你七分要写less common vocabulary 那个less common vocabulary 是你在写着写着 就蹦出来了吗 那肯定不是 对吧 那肯定是之前你想好的 对吧 有充足的准备 这个preparation 很重要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些什么词组 对吧 刚才咱们说了 use less common less low items with some awareness of styles and collocation 就是说你这个词 还用的比较有形 对吧 或者有collocation 有词组 比如说contribution 这个词你会用 那你是用contribute 还是make contribution to呢 那肯定第二个词组 collocation 这种词配比较好 对吧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对吧 比如说attempt to succeed strive to succeed 你认识strive这个词 你写进去了 但是没有和to succeed 去搭配 有的时候strive这个词 就是很孤零零的在那 对吧 没有collocation 所以你既要用strive 又要strive to succeed 对 这个词就很高级了 是吧 好 那题目 题目的替换词呢 就是比如说complex 你变成complicated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什么mature 对吧 你换成sophisticated 对吧 然后comprehensive 对吧 完整的 完全的 这个都可以 把它替换进去 是不是 这是题目的一些 举的一些例子 大家如果有这个概念 就是提前做的这个概念 再去写的过程当中呢 就OK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不常见的lexible resources呢 就比如说modern transport system 对 你把它怎么替换呢 modern 你想想不常见 什么词不常见 modern 我除了modern 有没有更高级的词 更高级的词会去表达modern 当然有了contemporary 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听力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词 我看到modern 我替换contemporary 我看到contemporary 我替换modern 对吧 有的时候modern 这个词也会替换成technology 那我把modern 变成technological 变成形容词 当然也可以 对吧 就是肯定比modern 单独这个词 或者直接把它抄下去 要好 对吧 嗯 就是这个意思 transportation呢 咱们把transportation 变成transit 对吧 system可以不变 不是走火入模式的 把所有词都变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有选择性的 把它定语 或者前面那个词替换 OK 好 那词会词搭 对 这个词搭要注意 什么叫词搭词火 或者叫词配呢 就是比如说interest这个词 interest它可以当名词 对吧 比如说利息 对吧 它可以是当这个形容 名词 另外一个就是兴趣爱好 的hobby这个词 这个意思 对吧 然后咱们举个例子吧 I'm deepl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对吧 deeply interested 比如说有一个词组 叫I am interested in 这本身就是小学学的词组 对吧 前面如果再加上一个deeply 是不是就是一个配合的很好 一个副词就是一个形容词 放在一起 就感觉很make sense 或者叫很有这种emotional 这种很怎么说呢 就是有这种强烈的这种意愿的感觉 对吧 就是confident 这样去表达 所以是deeply interested 对吧 第二个词呢 是interest rate interest rate就是咱们说的利率 是不是 那interest 它本身说interest 你刚才说interest 说好几遍 但他听不懂 那时候你跟他说interest rate 因为他interest有两个意思 对吧 所以interest rate 并不是兴趣率 而是利率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不固定的搭配 他俩就是在一起的 就是没有什么商量的 对吧 能不能成不能成 就是必须要这样去说 interest rate 就这么说 好 比如说cynic views 对吧 就是你说beautiful view 当然可以 对吧 但是你想表达的是那种风景 对吧 就是说那种景色非常棒 landscape 那种感觉 landmark 对 cynic views 你跟views前面加一个cynic 就感觉这两个词很到位 对吧 拼得很很很 就是说登对 那种感觉 对吧 好 study呢 前面加一个in-depth study 对吧 就是深度研究 深度的这个 学习 deep study 当然也行 就没有in-depth更好 是不是 study当然可以变成learning in-depth learning 那你说specific learning 当然别人也能明白 但是呢 就是没有in-depth这么高级 是不是这意思 嗯 好 稍等一下 我看看 Cynic views 对 好 非常好 好 然后呢 in-depth study hectic lifestyle 大家认识这个词吗 什么叫hectic lifestyle hectic lifestyle 就是busy lifestyle hectic呢 就是形容词 对吧 就是替换busy 因为咱们在写作 不能用口语里的词 是不是 所以口语词特别多 让人感觉 not so formal 非常的informal 这时候就不会 网上高分给你了 是不是 hectic就是替换busy beneficial experience 就是good experience 替换用beneficial experience 对吧 大家可以截图啊 截屏都可以啊 或者抄下来都可以啊 这个不用担心 这个PPT 我会发到群里啊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对吧 就是把这个关系 变得更紧密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就是make our relationship stronger 对吧 但是感觉就strengthen 就一步到位了 是不是 这个词就比较make sense了 一下就加到分了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谁和谁 是不是 更连在一起了 嗯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吧 那已经说过了 好 讲到这儿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盖尔雅斯 可能有一定的了解了 除了我以外呢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大家有的这些老师 比我讲的还好 是吧 我们写作老师 阿瑟老师啊 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可以当我的老师啊 我们阅读那个林老师也是 对 口语老师 我们也是很无敌的老师啊 本身自己能说到八分 八点五分 然后在教学上 很快三五节课就能搞定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不要犹豫 直接联系我们啊 然后我们去帮你去做一个测试 做完测试之后呢 就知道你现在需要多少啊 测试都是免费的 好 咱们看一看第一题啊 立文第一题 咱们今天讲三个 第一个呢 parents should teach their childr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对 家长应该教孩子这个钱的重要性 这是2019年9月的一个G类考题 特别有意思啊 这类考题相对来说比较生活化 有children 有parents 还有money 是不是很现实的感觉 对吧 这个G类考生啊 好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 这时候咱去想 parents 他有没有替换啊 就是parents的替换 当然可以 但是比较尴尬的感觉 就是parents 就是parents 对吧 就是apparent 对吧 或者是在写八语段的时候 可以变成单数啊 parenting 是不是好一点啊 就是parenting 就是辅导孩子啊 parenting 但跟parents 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可能用到 所以你提前的想一想 guardians 是不是 监护人 对吧 或者是叫什么 就是family members 对吧 或者是older family members 对吧 或者是那种长者 在家里长者 对吧 好 或者bread winners 一般咱们广父亲啊 就是那种户口本上 第一页的人 叫bread winners 迎面包的人 以前就是打猎去了 或者拿面包回家 分的那个人 叫bread winners OK 好 应该怎么样 outer outer的话可以 但是比较informal 所以不建议大家 在什么写作里去用 在口语里可以使用一下 没关系啊 have to have to 当然就是比较强硬了 must 然后呢 一般都会替换 it is suggested 是不是好很多 是不是 就是用it is suggested 这种形式主语 然后再加一个被动语 太多了 it is suggested that 对吧 or it is required that 对吧 这样会很好 嗯 所以你整个句型 就会变得更高级 对吧 所以你替换的时候 要高级的去替换 好 teach这个词呢 当然有很多 lecture 对吧 或者是那个 educate 对吧 advise people 对吧 建议某人做什么事 或者pass down the knowledge 在这里很重要 是不是 这个金强的 金钱的这个knowledge money knowledge 对吧 knowledge about money 对吧 是怎么样 一般都是pass down下来的 是吧 就是比如说你看人 犹太人啊 Jewish people 就是特别喜欢这种pass down 这种how to make money 这种advise 好 children呢 当然也有提款 当然child children附属 offsprings 就是他的后代 一般只动物 所有 当然人也是动物啊 就是offsprings 就是他的后代 可以叫next generation 当然也行 是不是 所以generation本身 也是一个高级词 没关系 a child的一个孩子 所以about呢 那肯定不说about了 about太口语了 是不是 所以一般regarding 关于什么东西 in terms of 当然有很多提换 in regards to 好 importance的重要性呢 significance 我一般都会提换成significance 而且我特别喜欢 用significant这个词 在写作里 而且它的形容词 特别好是 叫significantly 对吧 嗯 然后呢 the significance of money 那money可以就finance 金融 或者是不替换也行 都可以这样去 大家有理解了吗 理解这个替换的概念 就是词汇替换的概念 其实大家就是没有想到 就迈出这一步 容易迈出这一步就好了 OK 好 第二个例题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evidence that increasing car use is contributing to global warming and 这个and要小心一点 它是两个点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task achievement 这两个点都要说进去 having other undesirable effects on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对这个人的这个健康 health和well-being 福祉 健康福祉 你不要小福祉 什么意思 你用health and fitness就行了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降一级别 不要在一个词上去太纠结 well-being 其实指的是physical and emotionally healthy 就是感情上面 还有这个身体上都很健康 有的人就是身体练得特别壮 但是怎么样 就是说脸 就是感觉这个人不精神 对吧 或者这个人好像心里有事 那个感觉 那个就不是well-being well-being就是说身体也好 情感也好 所以呢 主语你一定要找到 主语并不是 there's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对吧 there's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不是主语 它是一个虚的一个框架 后面才是主语 就是increasing car use 哇 太多可以替换的 increasing car use 没错吧 increasing越来越多了 你替换成more and more 当然就是往下替换了 对吧 就是increasing 应该是expanding 对吧 或者是an increasing number of 对吧 car当然太多了 vehicle 对吧 还有什么 transport不行 对吧 vehicle 还有另外一个词 什么automobile 对吧 automobile use 很多同学这里 替换成usage no usage和use 是两回事 usage是使用手册的 那种使用 而use就是use use本身就是名词 你发现了吧 在这里 这里不是using 不用当动词 use可以当名词 非常strong is contributing to呢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他贡献了a and b 这时候大家可以倒过来 用倒装 a and b 是被他所贡献的 所以你把global warming 和后面那个 放在主语上 然后再被动语态 are considered to be caused 对 被认为是被caused的 就是被导致的 by expanding use of automobiles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 global warming 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是什么 固定搭配 不能换 但是其实在雅思里怎么样 OK 没有问题 可以替换 increasing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对 地球慢慢的 这个 这个温度的上升 就是global warming OK 它不一定是专业名词 你也可以把它换 后面呢 就是 不好的 harmful 对吧 having harmful effects 或者negative effects 或者negative effects to individuals 或者people's health and fitness 就可以了 这样去做一个替换 大家肯定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也就是替换两个 一个语法的倒装 一个是什么 词汇 大家能听明白吗 听明白 敲个E进来 听明白了 是吧 好 声音都OK 是吧 网络今天也比较顺畅啊 好 咱们看一个第三个例题 第三个例题是配立文来的啊 咱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立文 但是没关系 咱们把提审一下 many people think 很多人认为 cheap air travel 有没有见过这条题啊 cheap air travel 这又是一条19年的GDAT cheap air travel 就是廉价的航空啊 should be encouraged 应该被鼓励 为什么呢 because it gives ordinary people freedom 很多人 这种自由去 travel further 对吧 那你首先把这句话 可以怎么样 换一换 对吧 就是说直接把because放在前面 当然也可以啊 due to 对吧 due to the 什么什么 extended freedom 或者是liberty to travel further 对吧 就是说 many individuals believe 对吧 it is important to encourage 对吧 这种cheap air travel 廉价航空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替换词 廉价航空 那我一般都会说成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说便宜的 便宜的有很多词啊 cheap不太好 是吧 expensive的反义词是 inexpensive 是不是 cheap的第一个你想到的是 inexpensive 第二个呢 你可以想到什么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合理标价的 对吧 第三个呢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级的词 就是比较 economical 对吧 economical 不是economical 是economical 就是经济的 对吧 或者叫budget budget就是预算 那个词 可以当形容词 就是便宜的 所以我会替换成budget airline 对 budget airline 然后呢 鼓励budget airline 对吧 然后后面呢 however 当然我也会变成 比如说nevertheless 对吧 当然也会换也换 others thing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后面 this leads to 导致我会替换成什么 contribute to 刚才我已经学过了 是吧 is contributing to 可以吗 contributing to 很多人很好奇 很纳闷 就是说contribute 不是贡献吗 不应该是好东西吗 no contribute是一个中性词 它可以加不好的东西 所以leads to 完全可以替换成什么 contribute to 或者是result in 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result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problems 完全可以 对吧 therefore and therefore air travel should be more expensive 所以它的price should be higher 对吧 the price should be raised 对吧 然后呢 in order that 对吧 in order to better in order that 然后呢 对 就是说这个 in order to 可能更好一点 更直接一点 discourage people from having it discourage people from traveling so frequently 对吧 这么频繁的去旅行 大家知道这个飞机一起飞降落 就会有差不多一吨的柴油消失了 对吧 而且这个柴油在开始 在空中的时候 还是继续在燃烧的 burning fossil fuel 然后呢 在上面呢 是没有树林去吸收这个二氧化碳的 当然下面有 但是它保持在空中很难下降 对吧 它一般都往上走 所以就直接毁掉了咱们的ozone layer 对吧 就是咱们说臭氧层 所以它对这个环境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对吧 危险 OK threat to the 这个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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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environment 好 替换已经给大家了 我是 这是我自己写的 Today 如今 budget or low-cost airlines 大家参考一下啊 budget or low-cost airlines have become a rising trend 变得越来越多的人 对吧 使用了 rising trend in global aviation industry 这句话叫hook 如果你想拿到很高分的话 那你写一个hook 如果不写hook也没关系啊 就可以直接替换也行啊 aviation就是咱们说的航空 全球的航空业 这个low-cost或者budget 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然后呢 有人相信 some people believe 不把think变成believe they should be promoted encourage 替换词是promote 然后呢 because替换词是since an average person could reap the benefits 这个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 collocation了 collocation就是 此配此大 此火 Rip the benefit 你搜索Google Rip 后面直接出来 the benefit Rip the benefit 就是享受什么样的东西 给你带来的好处和福利 享受福利 Rip the benefit of traveling more distances 就是traveling further while 替换however 也就是说 我把however这个半句 两句话 把它合成一句话来用while while others think the price of the airplane air tickets should be increased so that environmental issues can be prevented 其实我说的这个意思 跟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用了另外一种词汇表达 把它表达出来 如果现在你觉得 哎呀 老师你这个写的太高端了 没关系 你就照着这个去念 你念三遍 你抄两遍 你是不是也高端了 你作文都是这样去学的 老师以前也是这样去学的 OK 好 有时间呢 那个大家可以把这个立文 自己去研究研究啊 开头中间八底段 然后结尾 那八底段呢 写的比较好 然后结尾呢 有一点啰嗦 开头结尾有点啰嗦 大家可以不用参考太多啊 就是找着那种感觉就行了 我的建议写大作文 应该怎么样 每天早上起来 就开始去读这种立文了 开始读这个八分九分的 这种立文了啊 好 那最终呢 今天的课讲完了 希望大家有一所有所收获 如果你觉得雅思这个事呢 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帮助呢 我们这个九分团队 包括我本人 我们都会尽一份力量 然后帮助大家 然后呢 八月份呢 咱们还是有一个coupon的 就是如果你报十个小时以上的一对一 还是有一百刀的一个coupon coupon的code 大家可以截图 叫gear else2021 你可以把这个呢 发给咱们盖尔雅思的这个客服 当你报名的时候呢 他就会帮你留一个coupon 就可以直接减价了 其实本身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reasonable 刚才说了比较budget 比较economical 所以呢 这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福利啊 这样的话就能帮助到更多的同学 嗯 好 今天的课讲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代表Guyas呢 感谢大家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们点个赞 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考雅思的同学 会看到这个视频了 我们将会帮助到更多的同学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